泰式打拋 打拋呼 哎呦 很适合你的肤色 說得好 噢噢噢那個泡呼 有噢有噢有 有那個泰式的感覺喔 那個墨魚如果沒有摘上就是好的 真的是好的耶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向 我是安安です 歡迎收看小向安秋們 今天又來到台中打擾安安了 對啊 每年都來喔 而且我 真是的 我除了今天來 我明天還要繼續待這裡 天天都要來 我們今天要拍的企劃呢是 還台中 還過基隆了 也還過嘉義了 還過桃園了 這次要還台中 但我要告訴大家 台中有29區 一集拍不完 所以我們分了三集 等級呢是走都市類 這個是西屯區 必逛的就是逢甲夜市 所以我們才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逢甲夜市真的有點大 所以我們應該還是要找一個還不錯的店 吃一個代表就好了 胡大哥 胡大哥到了 來吃了 OKOK 好的 那我們就先來吃吃看好了 起司辣炒麵 如何如何 是不是起司有關係嗎 還是有點奶香氣啊 應該是 欸好吃耶 這味道很足 但也是偏辣喔 首先吃韓國的東西 吃炸雞是直接用手就好了 對 用手就好了 啊你可以盤子放下來啊 讓花麵比較漂亮啊 OK 它是薄的 它粉沒有沾很多 蠻好吃 黑醬是什麼 我記得是甜醬 對 請問你吃這麼久 味覺失調 對 味覺失調 下面就吃飯店 OK好 還不錯耶 他們有那個醫護人員 可以打折的 他寫醫護人員85厘 SO SWEET的 又我想吃雞耶 尖口尖吃別的 那我先吃這一條 好菜起司薯條 嗯 欸小心 Sorry喔 這個薯條很長耶 剛剛馬鈴薯那種大塊的 它這邊平五星打卡 它是誰送薯條 因為我們已經點了這個薯條 我就覺得不用再送 但還是可以平五星 欸蠻好吃的 而且它旁邊是有那種 香腸香腸好吃耶 蠻好吃的 它鹽膏很好吃耶 這個是這個醬的還好 鹽膏很Q耶 嗯 鹽膏應該是你愛的那種 我要吃第二個了 好你要吃第二個了 它雞很嫩耶 不會很柴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它的炸雞算不錯的耶 這個我可以耶 它皮不會很硬 其實我們要偷偷講 就是 他們真的最棒是哪一個 這碗湯 那是你的解酒湯 對這碗湯超讚 這邊幫你們收上苦淨甜蠟 Oh my god 苦淨甜蠟 金牌 燒酒 還有可樂 我可以喝可樂就好 所以是要先從台啤開什麼 要怎麼用 然後就是要這樣兩隻手這樣下去 喔 然後這樣下去後它會脖子會脖子 喔這樣子 喔 很酷耶 我要吃一口乾 一口乾 怎樣 建議你這樣 我剛剛不是說我只喝一口 等一下 他不說一口乾 不行 我不行 一口乾 我看到隔壁機一直在拍我們 來 小帥哥來 你願意來嗎 你也不行喔 他也不行啊 沒有要幫你了 來吧 太帥了吧 太帥了吧 喝喝喝喝 一口乾一口乾 哇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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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耶 那個可樂 阿你沒喝到可樂捏 你的可樂去哪 阿你不喝可樂喔 你還行嗎 可以 辛苦了 家裡也可以自己吃看看 就是啤酒 然後有燒酒跟可能就可以拿 他說在家裡可以自己試看 所以大家就是知道這邊 可以這樣子喝 回家也可以自己這樣子喝 OK 謝謝謝謝 謝謝小弟弟 那我覺得小弟服務非常周到 本集的第一家 我們接下來明天繼續吃囉 各位我們現在早上了 YA OK 我們環台中繼續 那我們首先現在來到廟東夜市也是 楓源 必來的 OK 除了冠夜市之外 是不是要去吃點不一樣的 那就由你帶囉 沒問題 那我們就出發吧 OK 身為一個金牛女 貼心出名的 山東老鄉是你家子嘛 所以早餐今天呢 我們就要吃 包子 厲害的是它從一早7點到晚上10點都有 所以你不管什麼時間來廟東夜市都有 哇 欸這個蔥花看起來好神奇喔 馬上厲害的 頂泰峰就是指定的發酵面環 泰式打包豬和那個雙背器子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德式香菜也很好吃 我覺得蛋黃鮮肉包好像也可以耶 開吃開吃 雙背起司肉包 好 開吃吃看吧 因為它那個起司是已經完全 融化在裡面的 這店員推薦的真的很好吃 我們原本是要點一般的鮮肉包 真的要點雙背起司 他剛剛吃到第三口 我有嚇到 好吃耶 這肉好吃耶 因為它其實平常不愛太吃 那麼多東西 對 芋泥鹹蛋 很酷喔 欸那你先發給我看好了 欸有耶 炸出來的 而且它旁邊是芋泥濕耶 好讚喔 各位 它裡面是有芋泥餡料 真的 鹹的還甜的 應該是鹹的 甜甜甜甜 好吃 嗯 而且好吃耶 一起含摘食生肉吃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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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才剛開始耶 可是很好吃很多家 這我的早餐就有點飽 哈哈哈哈 哇哦 哦有有有 可以可以 嗯 可以可以 竹筍很大可以耶 它是好吃的 它的肉是還蠻甜的 我覺得還蠻不錯 對 那我們在吃竹筍的時候 是可以吃啊 那種竹筍的感覺 因為通常 竹筍很小粒 對 有些竹筍切得太薄的時候 你就完全不知道竹筍在哪裡 但是它這個是吃肉筍的 有一次肉末 耶 它不是末末的 泰式打拋 打拋呼 哎唷很適合你的膚色 哈哈 說得好 對 對吧 聰明 哦哦那個大菇 哦有哦有 有那個泰式的感覺喔 蠻辣的 請問你有吃到泰式嗎 你看蠻辣的 對啊 它裡面有辣椒 這你們兩個應該不行 我認為有點小肝 但它的味道很重 像你剛剛吃的那個啊 也是蠻濕的 吃很多 它的比較小小肝一點點 對 但是味道是很香的 它的包子皮是真的蠻有彈性的 對 是有Q度的 就跟女人一樣不可以收 對啊不行要緊實 欸OKOK我們採一早而已喔 包子要緊實 對 包子要緊實 嗯 那我們這個豐原區出二包子 對 必吃 好那我們要必吃下一家肉供 GO 欸我們現在在坦子 這間呢在地的人就是阿嬤老店 他叫阿嬤老根 阿嬤還阿婆 你不要再講錯啊 阿婆肉根 你看我就說你剛剛就講錯了 這個肉根呢是秒殺的那一種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這個肉根 吃起來如何 好不好OK 等一下 我馬上就看到一個刀牌 欸賣完了欸 不好意思 肉根賣完了 馬上都賣完了 剛剛我們看到老闆旁邊還有一點點 然後他說是對面點的 然後我說我還沒吃過 他說那就給我們 哇喔 我們還是吃到肉根了 它一碗真的蠻大的 欸這樣子是70塊 這碗如果說是有在加麵的話 真的會很薄 網路平常來說 小食量的要小心 小食量的要小心 來先來吃肉根喔 肉根肉根 它肉根看起來像共玩 它肉根是手做的 它有龍根我心目中第一名的肉根 喔 很好吃 不過我嚇到就是 它的料竟然可以這麼的多 因為通常一般肉根湯 就是很無聊的肉根湯 但它的喔 很精彩 它這碗裡面呢就是一個時間 它白菜滷得很透欸 這種菜應該會煮到已經 爛醬暖氣 這它是脆的欸 脆的 很有趣的欸 這個家 好吃好吃 盤子 他這也沒吃到 大家要早點來喔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到 台中西區義式餐廳 應該說西區這附近 有太多那種高級高等型的餐廳 所以我們這次才選這家義式餐廳 好好休息一下 一發 在點餐的時候 有聽老闆講說 他們就是六月底到七月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搬遷 所以我們就 西區 西區少了 沒關係我們就是目前 現在 ING的狀況 我們現在是在西區的 對 他們之後可能就是會搬到南區 所有搬遷資訊呢 你們可以到他們的粉絲團 關注 首先呢 我們的套餐有湯 還有就是他們的沙拉 松阪豬開小沙拉 謝謝你已經幫我點好了 也幫我記得名字 謝謝 黑松露干貝墨魚燉飯 它米粒是硬的 硬的 我都不知道嘴巴會黑耶 墨魚什麼厲害的 喝一口水 那個墨魚如果沒有沾上面就是好的 真的是好的耶 等一下這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之前在地中海餐廳上班 只要這個墨魚之路它是色素的那種 它就殘留在你的牙齒跟嘴唇上面 原來這樣子喔 大家懂了嗎 有這種說法 YES OK了解 很香耶 青草超可以 應該是橄欖油青草的 它其實味道沒有很重 可以再加一些胡椒之類的 好可愛喔 這個是我常常火鍋裡面 然後煮到它變這樣 喔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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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 哇 來了 各位 你們有看到上面那一層皮 是烤得非常的美的 焦黃 旁邊這個汁會疊 真的有把它的那個 精華鎖住在裡面 我講那麼多 喔 滴下來了 嗯 如何如何 我發誓 我剛剛正嚇到 因為我其實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我是會擔心它會很乾 很硬 但我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它有多好咬嗎 我嚇到 比我吃過任何牛排變牛排還好咬 好好吃喔 好 OK 那我們這次介紹西區 雖然它之後可能會搬到 可能南區之類的 但沒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 ING 現在是在西區 來一點餐廳儀式感 不要每次都說我只會拍小吃 好嗎 OK那我們要繼續下一家囉 GO 好我們現在要去下個地方 因為外面真的是雨下到個炸道 對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北區 一中間 對 但因為像下雨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要走速戰速決 這是私心要去拍 峰味綠豆沙 對因為我超想喝的 除了這之外 峰味綠豆沙的老闆娘是我好朋友 哈哈哈哈沒有 是因為真的很好喝 對 一直吃一直吃要喝個東西嘛 對需要喝點東西 那我們就出發吧 下到雨 好久沒有來 真的 綠豆沙 你要綠豆沙牛乳對不對 對我要綠豆沙牛乳 然後我小了就好了 好 他們的牛乳呢 都是用紐西蘭奶粉沖好的 鮮乳的話是用 還濃的小的鮮乳 所以說你可以選你要牛乳 牛乳或是鮮乳 鮮乳 可是我以前都是喝牛乳耶 那我喝喝看鮮乳好了 好啊 杯珍珠綠豆沙鮮乳 打杯的 綠豆沙在這裡 打杯就好了 好 第一次喝的安安 它珍乳好酷喔 重點是綠豆沙 很好喝耶 好在一起挑戰的 攪拌一下 因為它的牛乳跟綠豆沙是分開的 我跟你講我剛剛先喝上面這一層 全部都是綠豆沙好爽喔 哈哈哈哈 這家呢風味綠豆沙 就是小巷師心推薦來到北區 必喝就是這個風味綠豆沙 對 先買一杯再開始逛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大坑 就是北屯的老浴宅 其實我們原本是要去走大坑 對但下大雨沒辦法囉 所以我們今天要取消大坑步道了 為什麼要吃這家 因為大坑中吃浴原啊 有嗎 有啊妳不知道 師心想吃 沒有這家真的很浪費 爬完山一定要來吃 OK好我們回車上吃 好 各位我們要開箱囉 對 醬合的 喔 讚 為什麼要發出一個 對啊妳要發出這種聲音 先吃上面這顆 對 芋頭 只有兩顆耶 沒關係 我剛剛升進去又拿出來 嗯 它就是很綿密的芋頭啊 可是我覺得有點太甜了 真的喔它是蜜芋頭 它拌在一起吧 原來吃到這樣吃喔 對 那妳看 沒有我沒有告訴我 沒有想說 哇你好像蠻想這樣一口塞的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有點客難吃 所以它沒有辦法讓我們很好的剉開 它好像有點偏貴耶 我們家附近的剉冰店 你是可以選五個料 就是大概五十塊左右 那也是有芋頭啊芋圓啊這些東西 但是它這樣子六十好像有一點小偏貴耶 它芋頭偏甜 但吃起來是蠻有綿密的感覺啦 因為我吃過很多地方的 我知道妳為什麼妳覺得很甜 因為妳是真的把整顆吃掉 下面它其實不是加糖水的那一種 它是加芋頭的那種汁你知道嗎 喔 懂嗎 有有有 它不是那種很像冰糖水 它是那種芋頭的煮完蒸完的那種香氣 我還在宿醉妳講得好 很好吃 妳講得好 就讓妳講 好吃完了 好我們要下來家了 好的我們現在在中區 中區 我馬路 現在魚很大 超大的 現在來到中區是要吃什麼咧 甜甜饅頭 它是日式小饅頭 是喔 我以為它是那種 大饅頭不是 它是炸的 對 但我先帶妳來吃的是有目的的耶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拜拜 所以嘴巴要甜啊 喔 喔 拜託 OK 你這個人很會耶 當然啊 因為我這個人過腳本我就 喔好啦可以啦就過了 沒有我跟妳講 我可是有思考過的好不好 你知道我今天一路走的時候 我就說欸我們現在在哪 我覺得完全是腦肺了 我發現腦弱了欸 沒有這代表我開始信任妳 沒有發現這個事情欸 來各位 這家天天饅頭 10嗎 還是8 好可愛喔 8粒好了 好OK沒問題 它是包紅豆的 對啊 難怪妳說那個日式小饅頭 它聞的味道很像那個欸 芋頭 炸芋頭 炸芋頭 炸芋頭的味道欸 很燙喔 剛炸好的 很燙欸 有燙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它裡面的紅豆味道是很常見的 你會以為它是 內瓜球 但不是 不是 它是麵包欸 好像好吃欸 它好燙喔 而且這邊有阿公阿嬤這邊輕鬆這樣 搓 搓 欸人家粉絲都說妳要上點唇色啦 欸不是 我剛剛吃很多家已經掉了 妳們不要再這樣子為難我了 粉絲都說妳看起來都沒唇色 欸還是可以就是業配上 恩情業配 啊我的唇膏就是 比較容易敏感性啦 所以說請來好一點的 要貼藍的 貼藍的 貼藍的 今天滿好在中區 這家實在太紅了 可以來支持一下我們 那我們要去下個地方囉 走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東區的熱城宮 我們吃完甜 嘴巴甜了吧 所以我要帶你來拜月牢 欸這個是中部最有名的耶 這座廟我來過 對對對 大家來必求的 但我們就新陳哲林啦 不一定要求什麼 東區必來就是熱城宮 對 所以我們就來給熱城宮這邊拜一下 這邊是山極古蹟 熱城宮 現在真的是魚炸爆了欸 炸爆了炸爆了 炸爆了 炸爆了 你被打 我們這樣會被分說完 不是不是不是 很酸嗎 我沒有在玩 我就覺得很酷 很帥耶 好啦我們來拜拜吧 那各位 這部分我就拜了 對 那我就不要看我拜了 對 我們就不看了 那我們就下個地方見 拜拜 現在來到的是南區第三市場 我們要找一家龍祭餅店 因為其實第三市場有算是南區這邊的代表市場 對 先找一下龍祭餅店在哪裡 它會不會沒開啊 要問喔 問了問了 好啊問一下 阿嬤我想問龍祭餅店在這嗎 啊 乖起來了 乖起來了 沒開 我本來想說要做一個傳統的伴手禮 可以帶回去 哪一家我們到門口 我們到門口去 跟大家說是哪一家 這一家 好可惜喔 對啊 來各位 這家龍祭餅店 沒開 那就我們到紫衣有囉 到紫衣有南區 對因為這邊是傳統市場 所以它的賣的東西都滿傳統的 我們到別的地方講好了 對 我們完全聽不太知道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聽不太到我們說話聲音 真的 如果有吃過的粉絲們 可以告訴我好不好吃 對 如果有吃過的 又很喜歡小巷的也可以買來寄給我 沒有啦 哇 因為來台中大家都買很多太陽餅啊 那些我覺得是 要找市場裡面的 在地的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來吃好了 等一下 那我們是不是剩最後一家了 對 我們剩下一個天皇壽司 在大領區 好啦我們就吃爸爸GO GO 任劃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來到大里了 來到大里了 GOGOGO 壽司 天皇壽司是不是 對啊在哪裡啊 怎麼辦今天夏天大家都開 尷尬 真的耶 真的沒開耶 怎麼辦 人生總是會有遺憾的 又有遺憾了各位 他沒開 對我們現在馬上來找一間 這家應該也是賣生魚片 要不要來吃吃看 好啊好啊 像可以喔 來個鮭魚好了 我們一人份 來吃吃看你生魚片 哇 對喔 看起來很大耶 油花麵 之間魚好大喔 其實還蠻多的耶 走囉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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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各位 我們還特別打了個光 對我們還打了光 太愛了 因為下雨天真的是 選錯時機 沒關係人生就是會有這種 總是要有意外嘛 對都有點小意外 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這個是菜市場裡面的 厲害的鮭魚生魚片 各位觀眾 生魚片好不好 生魚片來 我們想吃的 SUSH MEK 對今天太多美開了啦 他媽很甜的 真的假的 是甜的 很甜的 我餵你一個可能 這蠻好吃的耶 我有嚇到 我小心 你小心 你會餵人 喔這蠻好吃的耶 是不是 欸嚇到耶 我媽想說 沒有紅的可能就還好 實不知沒有紅的反正 這名美食就是這樣 很好吃 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拍的 很隨性的 還台中第一集 還台中 因為台中其實太大了啦 他沒辦法一次還完 可是我們之後會拍海鮮跟三鮮 就可能會真的蠻厲害的喔 對 所以大家可以推薦你們自己 海鮮跟三鮮心目中的 就好吃的代表性 好吃的 那我們就到這裡囉 喜歡小鮮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鮮唷 掰掰 下次見 然後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